在瑞士日內亞召開的美俄峰會上 美國總統拜登及俄羅斯總統普京首次面對面會晤 據報在日內亞峰會結束時 白宮宣布拜登賺予普京的禮物 拜登送給普京一副定制的飛行員太陽眼鏡作為禮物 拜登已戴著這款太陽眼鏡的造型而聞名 眼鏡來自於美國一間太陽眼鏡製造商 這間公司專為戰鬥機飛行員設計 還一直向美國軍方及北約合作夥伴 供應他們生產的飛行員墨鏡 而第二份禮物是美洲野牛造型的水晶雕塑 另一方面 普京是否贈予拜登禮物 目前仍未清楚